回来关心大陆的命理风水师李建军 他最近常常上综艺节目 帮艺人还有节目来宾来看面相 他甚至很大胆预言说五都的选举 那么他理论上应该是台湾的红人才对 他今天来台湾却被挡在机场的管制区外 为什么呢 这个记者王嘉玲 曹主播知名算命家李建军 那么他在大陆算命呢 是有涉嫌非法打工之前 招到人家的检举 那么呢 劳工单位就行文给移民署 而今天呢 也将他约谈我们来听听稍早的访问 你记得停留多久 没有我是12月20几号 我的工作正结束之时 我就回去了 这跟政治有关吗 这次来一次 就是要打算来谈一些这个 总统选举的事情 我在电视上说了很多次了 选举我不管 但是呢 我会对各路的选举人 提出我的建议 那么我是不偏不像 为了什么 为了我像我在我的脸书讲的 我希望台湾有个很好的中国 那么李建军他是表示说呢 他的这个工作正是到12月25号会到期 而到时候他也将会回到他自己的国家去哦 他并没有违法 不过呢 今天在这个劳工单位 对他这个访谈之后呢 是表示说 李建军他持有的是公家护照 并没有所谓的这个工作签证哦 那么以上掌握最新情形主播 好我们谢谢嘉玲